自己的情况比较相应 所以比较容易关 那么如果说可以的话 你也可以观想 是牵手牵眼 就是看你自己熟悉 如果你熟悉关牵手牵眼 那关牵手牵眼也是没有问题的 牵手牵眼的形象有很多的功德 可以让我们去做一面 所以这里当然也是很好 那么由于一面二臂的身相 跟我们的现在所拥有的色身 是接近的 所以比较容易做关 但重点并不是在关这个色身 重点是在关他的心 你要修关于法门 重点要获得的是 观世音菩萨的心意 也就是悲心 如果你能够培养悲心 那你在形象的观想上 越清楚当然是越好 但如果说你今天观得很清楚 但却没有悲心的话 那也是无济于事 所以重点还是 谁能够真正的去发起悲心 那个就是真正的观想分析 然后他这边有个问题 是在讲说 皇后冠领的详细解说 可以参照真空背包的详细里面 12%到170页 接受我们在两年期 如今为我们做过解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 微风轻浮合体两旁的芦苇 涓涓细流缓缓流过 坐落于屏东县盐浦乡的屏东盐浦护生狗园 隶属于海涛法师制业台湾救狗协会所属的狗儿收容机构 四周环境清幽的园区内 共收养了八百五十六只狗儿 一踏入园区映入眼帘极为慈祥的地藏菩萨圣像 守护着这片有爱的净土 随即而来的便是狗狗兴奋的叫声 许久不见万人参访的狗儿们 心声欢喜地跳上跳下 尾巴也随之摇摆 似乎在与来者热情的打招呼 不同于其他的收容中心 沿浦护生狗园专门接收 因生病衰老受虐而遭人遗弃的狗狗 多数有着残缺的肢体和受伤的心灵 其实它们原本都具有丰硕的体毛 以及健全的肢体 也很喜爱亲近人类 却因为老病或虐待而惨遭丢弃 受到伤害的狗儿们 除了身上显而易见的伤痕或残缺外 心灵上更留下深深的阴影 因此在照顾上 工作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爱心与耐心 佛陀说众生平等因慈悲相待 一花一草一树木皆有其灵性 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动物们 所有的生命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 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 期望在天地有情 人间有爱的世道下 得以感召更多大众加入爱狗的行列 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免于遭受生命威胁 能够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地 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 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 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 打造毛孩们快乐又温暖的家园 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 总是不辞辛劳地亲自照顾狗狗们 使不同的身心灵状况 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 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 永续经营屏东严谱护生狗园 台湾救狗协会 曾治理邀请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遭受遗弃 以及伤害的狗儿们 能在屏东严谱护生狗园里 获得重生 西记得以共同实践佛陀 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50016766 50016766 护名台湾救狗协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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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开始混入 真爱生命从小做起 乡下的孩子没有什么娱乐 因此经常抓小动物来玩耍 并以此为乐 阿伟小时候也是如此 他是村里最调皮的孩子 阿伟你在做什么 和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好不好 是啊和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吧 不要我要在这里抓蟋蟀 抓蟋蟀蟀不是晚上才会出来吗 你现在怎么抓得到呢 对呀蟋蟀现在都在洞里睡觉 你抓不到的 等着瞧就算他们躲在洞里 我也有办法抓到他们 我找到了 你找到蟋蟀窝有什么用啊 难不成你要把他们挖出来 嘿嘿看我的吧 年幼的阿伟将水灌入蟋蟀窝 蟋蟀便从洞里跑出了 他将抓到的蟋蟀装进瓶子里 然后带回家炸来吃 怎么样 就算他们躲在洞里 我也可以抓得到 哇 你好厉害哦 这个方法厉害吧 一下子就可以抓到很多的蟋蟀 你抓这么多蟋蟀 要做什么呢 炸来吃啊 蟋蟀好吃吗 炸蟋蟀酥酥脆脆的 非常好吃 你们也抓一些 回去吃吃看 好啊好啊 我们一起抓吧 然而年幼的阿伟不知道 因为贪吃而杀生会造恶业 而更严重的是为了贪财而造杀业 怎么突然停下来了 收购蟋牛 是什么意思啊 管他什么意思 我们赶快找个地方把这些炸蟀烤来吃吧 小朋友 你们想不想赚钱呢 赚钱当然想啊 可是 要怎么赚钱呢 只要你们能抓到蟋牛 我就付你们钱 在乡下 经常会有商人来收购蟋牛 然后再转卖给餐厅 那时候 蟋牛一公斤才卖一两元台币 这太简单了 下次你来的时候 我会抓好多蟋牛给你的 是吗 那可真是太好了 小朋友 要是那样的话 你们也能赚很多钱哦 从那之后 只要一下雨 年幼的阿伟 便会去捡蟋牛 哪怕是下着大雨 他也一定会去捡蟋牛 而且他非常了解 蟋牛会躲在哪里 所以他每次都可以捡 十几公斤的蟋牛 嘿嘿 我就知道 你们会躲在这里 一桶又快买了 这些蟋牛 可以卖好多钱了 老板 蟋牛给你 小朋友 你真的很厉害 这么短的时间里 竟然可以抓到 那么多的蟋牛 这不算什么 你下回来的时候 我可以给你更多呢 好吧 那你要努力地抓 抓得越多 就越多钱哦 阿伟 每次都能赚到几十元 但他却不知道 这是用多少生命 才换来的钱呢 眼看着那么多蟋牛 即将丧命 但他却无动于衷 为钱而造下杀业 罪过身重啊 阿伟在小的时候 还做过许多杀生罪业 他经常爬到树上 将鸟窝里的鸟蛋煮来吃 阿伟还会将线绑在金龟子的脚上 把他们当成玩具来玩 他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而且这些金龟子最后都会死掉 跑啊 快跑啊 哈哈 跑不动了吧 小时候造的许多杀生罪业 最终化成种种果霸 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阿伟长大后 有家归不得 因为工作的关系 常年在外奔波 爸 火很好 嗯 我也想回家去看看您 可是 公司派我去国外出称三个月 嗯 你一定要保重身体 唉 什么时候 才能好好安定下来啊 后来 阿伟的家 因为一场迷迷火 全部处之一剧 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其实 这是因为 小时候用水烟吸涮锅的果霸 因果报应 屡试不爽了 阿伟长大后 经常会感到头痛 手酸 他的脚踝也时常扭伤 其实 这也是他杀生罪业的果霸 阿伟 怎么回事 听说你的脚又扭伤了 是啊 别提了 也不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 我的脚常常扭伤 而且 这阵子 我的身体不是这里痛 就这那里酸淡 唉 真是受不了了 阿伟 我问你啊 你过去有没有用折着脚 踩过什么动物啊 踩过动物 没有啊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呢 我在学佛的过程中 见过很多人 因为造下恶业 而遭到火爆的 其中就有人因为 用脚踩死蚂蚁 昆虫 而经常脚痛不已的 啊 你是说 那些人会脚痛 是因为 曾经踩死过昆虫 蚂蚁 而遭到了果爆 嗯 是的 难道 是因为我小时候 用绳子 绑住了金龟子的脚 而遭到了果爆了吗 啊 你曾经抓过金龟子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阿伟 把自己小时候 所做的罪业 全都一五一十地 告诉了那位学佛的朋友 唉 我小时候 实在是太调皮了 做了这么多的杀伤罪业 依你看 我现在的情况 是不是遭到了果爆了呢 你这肯定是遭到果爆了 唉 阿伟 你小时候犯下的杀伤罪业 实在太重了 你现在只有及时悔悟 多多放生才行啊 现在 想起小时候的所作所为 我也深深感到后悔 我想 也只有多多放生 行善 才能弥补 我过去所犯下的错误 幡然悔悟的阿伟 在那位 学佛朋友的带领下 开始对自己小时候的所作所为 虔诚忏悔 至成像无量级 至今生所杀害的所有蟋蟀 蝸牛 鸟 金龟子 蜻蜓 蚂蚁等虫类 即曾被伤害过 而已挖的一切众生 顶礼叩头忏悔 我错了 墨学愿将修行的一切功德 回向给你们 愿你们 归衣三宝 早日立国得乐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从那之后 阿伟 除了诵经忏悔外 还经常参加 放生法会 只有挽救 更多生灵的性命 才能救赎他 海体时代 所犯下的罪业 蟋蟀的叫声 如此悦耳 我以前 怎么会那样残忍地 对待他们呢 真是太不应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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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